再次 找到主持人 以狼之言 虚无荣光 恭喜狼队 成为我们2021第五人格阶列赛 夏季赛的总冠军 恭喜 今天的表现真的太棒了 从常规赛的第四名 到现在他们捧起奖杯 我相信这一刻的胜利 是属于场上所有人的 再次恭喜狼队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来 来吧 待会站到我的身边 我相信这一刻 对于狼队来说 真的是渴望已久的一场胜利 今天终于实现了 再次恭喜你们 再次恭喜 87 87相来分享一下吧 8元位 拿起了 今天这个冠军奖杯 现在心情怎么样 太nice了 特别特别的高兴 一会打算怎么庆祝一下 看我们经理怎么给我们安排了 我们经理肯定很大气地给我们安排一波 很大气地安排一波 先要把经理埋伏一下对不对 对 那拿下了今天这个冠军奖杯 我看到其实在你们比赛的时候 很多粉丝都一直在我们的弹幕 在我们的直播间支持你们 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他们 相信我们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不会让大伙失望的 我相信今天的这个冠军奖杯真的是 从去年夏季赛到今年这一整年的遗憾 今天捧起这个奖杯 已经全部得到了圆满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为狼队颁发荣耀的时刻 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网易电竞总经理赵明毅先生 上台为我们的冠军战队 颁发冠军奖牌 掌声有请 太重了 没错 巴西开心吗 巴西 太开心了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巴西的手现在在微微的有一点颤抖 我相信今天真的在场的每一个 不管你是我们的监管者 还是求生者 还是我们所有的狼队 战队的成员们 值得这一场属于他们的金色的云 所以你们队内到底谁是小哭包呢 不能说 天际不可泄露 天际不可泄露 好 恭喜 再次 再次恭喜狼队 有分量啊 有分量啊 有分量的 那不是拿得来啊 有问题啊 恭喜 恭喜 恭喜你们 真不错 有分量啊 分量很重啊 恭喜 那么接下来呢 还是要继续有请我们的赵明先生 为我们的冠军战队颁发奖金版 中间 中间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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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抬高点 看个电 好 好 好 关键很满足了 怎么样 487 觉得这个奖金版有分量吗 可以 很有分量 很有分量了 小狗东终于笑了 小狗东每次赛有赛访环节 他都特别的严肃 那么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那就是我们的赵明环先生要来为我们揭晓本次FL夏季赛总决赛的MVP得主 他的名字是 嗯嗯 本次夏季赛FMVP的得主是 Alex 恭喜Alex 同样有请我们的赵明环先生为我们的选手颁发我们总决赛的MVP奖状 怎么回事 乐题爱吧 好 恭喜恭喜Alex 哇塞 让我们一起看上前方共同合影留念 记录下这一个特别特别温馨属于你们的时刻 好的感谢赵明环先生 请赵明环先生录个操作 休息 谢谢 你刚才说什么 我刚才说 觉得今天自己的发挥怎么样 还行 运气好 还行 运气好 你现在拿着这个总决赛MVP的奖状 现在心情怎么样 难道只是单纯的运气好吗 呃 心情就是圆梦了 圆梦了 对 第一次打索索就拿了个冠军 运气好 你给着凡尔赛是吗 那接下来艾莉她打算怎么庆祝呢 你们男的怎么给她安排一下 先回去睡个觉的时候 又要睡觉 真的 你们真的是 可以说是看起来心价还是很好的嘛 其实从夏季赛的常规赛到我们总决赛 艾莉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其实面对压力 每次采访她的时候 她都会说 回去睡个觉就好了 粉丝一直在支持你 鼓励你 给你关心 给你 你所需要的那种陪伴 有什么话想要送给他们吗 就是我确实打出了自己的成绩 然后你们期望应该也达到了吧 应该也达到了 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 未来的职业生涯的规划 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秋季赛打算 是不是也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来给大伙看一下 能进季后赛就行 能进季后赛就行 好的 那我也是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秋季赛当中 会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 那么我们今晚 2021 ML夏季赛总冠军诞诞生了 同样也是让我们再次感谢 陪伴我们整个夏天的十支战队 为我们送上的精彩最绝 2021第五人格职业联赛 夏季赛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最后让我们的冠军再次 捧起张飞 享受这个属于他们的胜利时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个月的冠军 都没有冠军 没有冠军 就显得很快 有冠军 我们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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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冠军 我们的冠军 我们的冠军 超大冠军 我们的冠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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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